为低收入没有保险者提供高品质低收费的全人关怀的医疗服务机构绞生医疗中心 为了回应广大的民众需求除了在原来的圣盖博士诊所之外 现在分别在柔斯密市还有工业市增设了两间新的医疗中心 引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解答投保加州的七大难题 有关2015年已登记投保加州健保计划 还需要重新登记2016年吗 若收到通知需退还去年投保加州的部分补贴金额该如何处理 过去投保加州没有包括牙科 将来是否有改变等七大常见问题 矫生医疗中心总裁李伟强牧师为我们一一解答 Cover California 投保加州现在开始在登记了 那么我们发觉有很多要重新登记的或重新来更新的人 他们上网的时候都面对很多的困难 那么我们其实就叫矫生医疗中心 可以免费地帮你在上网跟解答你的问题 目前来讲我们除了Saint Gabriel的诊所以外 我们分别在Rosemite跟City Industry都开了诊所 我们有一个联合的一个电话 就是626-286-8700 你可以打电话过来吧 为回应日益增长的需求量 矫生医疗中心开设柔四密室及工业室等两家新的医疗中心 目前和圣盖博三间诊所加起来 总共建筑面积约2万尺 共17间医疗室和19张牙医病床为民众服务 今年的加州投保所预见的普遍的一般的困难 就是人口有更改 就是家庭人口有更改 比如说孩子大了 要外出工作了 他有另外的收入 他有另外的报税 而且就是收入有更改等等 如果以上的问题就是人口有更改 加一个人口 或者是减少一个人口的话 如果自己要操作在电脑上更改的话 其实是蛮困难的 最好是来矫生医疗中心 找我们专人帮你去改 或者是你另外找一个专员帮你更改的是最妥当 矫生投保加州杨邓佩霞统筹特别提醒 如希望投保加州在2016年1月1号生效的民众 务必在今年12月15日之前 找矫生医疗中心及相关专员 进行档案等程序更新 过去一年 矫生医疗中心的牙医及家庭医科 整镇超过3万个个案 自投保加州Cover California开始后 经由矫生医疗中心所申办成功个案的数量 分别位于加州机构11、12 而在华人机构中 更具于首位 天下卫视杨素素采访报导